如果不是李凯尔化身救世主完成致命抢断 乔帅可能要用两条毛巾才能擦完头上的汗水 虽然结局是美好的 但过程却很痛苦 中国南篮和新西兰的比赛来到下半场 李凯尔率领中国南篮展开绝地反击 逐步将分叉缩小并反超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比赛 软不到五分钟 上来第一球啊 让李凯尔自己吃球单干 这跟昨天也就够高的啊 李凯尔再来自己吃球身体对抗 有上去帮忙了 全换啊 全换 这个露出来一个三分点 哎呦 真主 这上半场两分 今天的第一个三分啊 李凯尔再来 又是个人吃球 这次上的篮下 哇 这是新西兰 嗯 吃的 吃的 对 要背身 那都拉开 都拉开 对 咱们这样的下半场比赛 李凯尔拿了八分 好球可以来了一个 外线的机会 嗯 周风 防的很不错 李凯尔防的 这个高大这种哎呦 还是破了一个 又控制一个 哎呦 看夸 这他这么小个那怎么行呢 找李凯尔转换进攻 他也有快攻 但是他 反击速度要起来 可惜没传呢 嗯 这种周期已经过去了 看个就是周期位置啊 就是一下呢 对 打完 没有斜防 怎么吹 发球 今天周期发球不太好 还有体能 来了啊 看一看他们俩人打 哎好球 跳周期 这次哎呀 非常好的典型的一个体现 是 他跟打球来一点 好球 在 头位 哎也可以 可以的 其实科威奇觉得说 今天这比赛啊 打得练了 啊 那不行 也得赢球 我也不错 分了 啊 在向上玩家 才发挥不错 好球 自己抢一个 开不分啊 你没发现吗 这个防范位了 哎一打一没有斜防 哎呦 站着你一打一 嗯 事宜拉开了 因为这边跪的是两把 好球 漂亮啊 哎 哎 这个 还得预备着 新西兰这有三分啊 看一看这边浮屠 嗯 太高啊 浪费时间呢 5秒钟 升头啊 哎呦 赵瑞 挺不好打的啊 看看你 考验你的这个 全队的这个统一性 嗯 李凯尔做掩护 看他回球 干了 给周琪 直接杀了杀 漂亮 周琪今天11分 再给李凯尔 满三步 这是李凯尔的绝技啊 错失了一个追平的机会啊 嗯 可以看看 籃板 又是籃板 德莱尼又抢一个 两个球 看看李凯尔 从右侧加速 这球硬造犯规 特朗基沉在底角 这边李凯尔 声断了对手 大锤的臂展 再次发挥了奇笑呀 赵瑞 摆脱掉浮屠 分球到底角 不着急 别着急 别着急 等时间到 比赛结束 最终中国队凭借李凯尔 神奇的抢断 战胜了新一盘队